分享一条好消息 PS5很快要支持2K分辨率的显示器了 这是索尼官网上发布了一条新闻 未来新的系统要引入对2K 也就是1440P分辨率的支持 以及游戏列表 关于这个话题 估计有些小白同学不太清楚 我解释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4K 2K 1K 这是我们常见的显示器的分辨率 或者电视的分辨率 电视一般是没有2K的 它们对应的分辨率是 3840乘2160 2560乘1440 和1920乘1080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的PS5 连接电视或者显示器 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要支持4K 它就会以4K的方式输出信号 如果你接一个1080P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PS5会给这个1K的电视 或者显示器输出1080P的信号 但是以前是不支持2K的 以后会支持2K的显示器 但是游戏的内容是有差异的 我举个例子 以蜘蛛侠麦尔斯为例 用PS5在4K显示器上玩蜘蛛侠麦尔斯的高画质模式 游戏计算的分辨率是4K 帧率是30帧 输出的信号也是4K 但是它还有一种叫120帧模式 它这个游戏的分辨率会变成1080P 但是帧率会到达最高120帧 正常也会在890帧的样子 但是输出的信号仍然是4K的 这个信号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容器是4K的 但是容器里面装的那个东西是1080P的 只不过画面分辨率低一些 帧率高一些 它也可以装画面高一些 帧率低一些 这个能明白吧 我再举个例子 以最后生患者2为例 这个游戏它在PS5上运行的时候 PS5给显示器或者电视输出的信号是4K的 但是游戏它的分辨率是 介于1440P和2160P之间 好像是1800P 这是游戏内容的分辨率 然后以60帧为目标 这样一个状态在运行 但是它的输出信号是4K 我们回过头来看昨天的这条新闻 这是PS5加入对2K分辨率的支持 信号的支持 但是游戏同样是分4K的 或者2K的 或者是1K的 信号比如说输出的是2K的分辨率 如果游戏的内容是4K的 它清晰度很高 它会用一种高采样的方式输出到2K分辨率上 也就是说比原生的2K画面还要更精致 但是也达不到纯4K的这种效果 介于它俩之间 如果游戏内容使用的是1440P 也就是2K分辨率的渲染 那在2K分辨率下是1比1的还原输出 也就是说信号是2K的 游戏内容也是2K的 另外这次更新还多了一个游戏列表功能 我估计和PS5二档会员有关 现在PS5上安装的游戏越来越多 不太好管理 我们可以手动把对应的游戏进行分组 这样又引出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PS5的游戏越来越多 PS5内置的硬盘就不够用了 需要买内置的扩展硬盘或者外置硬盘 如果各位有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我橱窗里面的硬盘 内置的有三星980 Pro和悉数的SN850 这个全新的二手的都有 还有外置的全新的移动硬盘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